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亚大陆的城市 它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阳光照耀的城堡 大桥 海峡 夜幕下的灯光 街道 河流 独特的抑郁风情和民俗文化 到国这里的人都会深深地被它吸引 伊斯坦布尔有它自己的故事 最早它是由罗马帝国的遗脉拜占庭建立的 当时拜占庭的居士坦丁大帝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市 随后 它沦陷于塞尔驻人的铁蹄和炮火下 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时依然如此 一个城市历经历史长河的犀利 自然别有一番愿味 在伊斯坦布尔 我们可以看到 踢着蓝右瓷砖的清真寺 和雄伟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同样的金碧辉煌 奢侈华丽 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以前脚踏进蓝色的清真寺里 后脚就有到了大教堂 明明一端是古老的欧洲城堡 一回头又看到亚洲独有的鸽子楼 你能看到曾经繁荣昌盛的地中海文明和黑海文明 共存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一个城市只有宝金沧桑 才能有这样的魅力 穿梭在富裕年代感的建筑丛林中 还可以寻找河边的游船 顺流而行 欣赏沿途的城市风光 天空时而飞过成群的海鸟 生活在钢礁铁柱的现代化城市中的年轻人 选择来到这里放飞心情 享受别样的风土鸣情 岂不是一大乐事 小伙伴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独具特色的古老城市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